你真的是 回來心理箱會爆炸 公斤數一定要買25公斤 不然一定會超重 都很好買 記州島真的是很保障 嗨大家好我是冰夢啦 今天是記州島戰利品 老實說我真的是小看記州島了 我本來以為記州島會不好買 沒想到記州島好買到爆炸 我之前看很多韓國戀眾 知道大家會去記州島談戀愛 所以記州島一定會有很多小飾品啊 情侶的東西 會有很多姐妹團服 或是那種大家組合朋友 可以穿搭的配件們 我知道這些東西會很多 可是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記州島的品牌也非常的齊全 非常的好逛 而且東西也都很新 如果你想要去記州島大買特買 請你就不要戴衣服了 身上穿一件去 當天立刻買 你真的是 回來行李箱會爆炸 公斤數一定要買25公斤 不然一定會超重 因為吃的也好買 在地的水果海鮮也好買 然後衣服也都很好買 記州島真的是很保障 台灣飛去又快 大概一個小時50分鐘就到了 真的很讚耶 那我先來分享的是 你在記州島第一天第二天一定要買 因為帶不回來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水果 記州島的橘子非常好吃 一下飛機之後呢 肚子餓要先吃午餐 你就可以先到黑豬肉一條街 吃完午餐之後 直接去逛東門市場 然後呢 東門市場有超多的生魚片跟水果 跟各種小菜 下酒菜 你就第一天把整個禮拜份的水果買起 下酒菜都買好 這些都不能帶回來 所以當你第三四天逛的時候 你會很後悔 覺得早知道就早一點買 那買完之後呢 可以把它拿到車上放 一定要記得帶保冰袋 你就可以把這些買好的水果海鮮 先放保冰袋 放在車上 再去逛七星路的商店街 第一天你就是 買好水果 買好海鮮 買好下酒菜 買好隔天的衣服 是不是非常完美 接下來聯動 還有記州神話世界裡面的Outlet 也非常的好逛 那這次呢我買了衣服 飾品 還有很多的食物 所以我先從飾品衣服開始好了 我現在身上一整套都是記州島買的 而且衣服是正韓貨 這個是我在聯動的商店街買到的 一個韓貨小店 那我們這次有拍記州島交換穿 大家可以看這集 也非常的精彩 我把所有購物攻略都整理在這集裡面了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店家怎麼逛 就去看這一集 這一套衣服呢 它是一個套裝 很軟質的紗 還有褲子 太划算了吧 這當然要買啊 那記州島現在也很流行 各種這種小套裝 我也覺得都可以買 而且你可以分開穿 也可以合著穿 都很讚 那這一個髮箍呢 也是我在聯動的小商店街買的 然後它價錢也很便宜 也很可愛 那時候就一直很想要買這種 膨膨的髮箍 那我是因為買完這件衣服 我覺得好像可以戴一整套才買的 但是買的完全沒有後悔 因為像這種小飾品啊 如果你明明就知道 你可以在淘寶 或是很多很便宜地方買到 可是當它是我這趟在記州島 為了搭配衣服 或是帶有記州島回憶的髮箍的時候 它就不是一個普通的飾品 它是帶有我這趟旅行姊妹回憶的飾品 關注在這一個視頻裡面的那個故事 還有這件視頻的意義 對我來說是更重要的 那我手上的這幾個戒指呢 也都是這次在記州島買的 這個排算限界是我自己的 剛好這時候我們在開這個限界團購 所以我就特別想買戒指 那我就還把它這樣混搭成一組 這個紫色的這12345 對紫色的這五個呢 全部都是一整組 然後價錢也非常的便宜 我耳朵上這個塑膠類是樹枝的 小圈圈耳環也是在同一間買的 價格也超級的便宜 很可愛 這幾天在記州島也都帶這個耳環 我就沒有帶自己的視頻去搭配 我就覺得現買現穿的感覺很讚 那我還在同一間呢 也一起買了這個小熊軟糖的髮夾 這個髮夾夾起來也超級Q 價錢也非常的好 而且它後面是這種 很好收瀏海的髮夾 我在上瑜伽課運動的時候 如果瀏海比較長 我就可以把它這樣夾起來 就覺得很棒 所以我那時候就買這個小熊軟糖的髮夾 同時呢 還買一條這個細細的珍珠項鍊 我覺得這種細細的鍊子啊 搭很休閒的T-shirt 或是很休閒的Polo衫會很好看 像如果是這種 已經有一點小華麗的衣服 再配上去可能就會有點 太千金太公主了 我就沒有那麼喜歡 但是如果是配這種Polo衫 這樣搭起來我就覺得超好看 所以我那時候也買了一個 這個細細的鍊子 因為最近你去韓國逛街 所有的韓妞們 他們都很喜歡這種 很運動休閒的Polo衫 再配一些很女人味的飾品 我就整個被燒到一個不行 所以我就買了 那接下來的衣服呢 我還要買的是這一件 它也是非常修身 然後版型很好的一個 韓國的牌子吧 就是這個牌子 然後這個牌子的質感都蠻好 價錢就大概900到1500左右 它雖然看起來是一個很普通的Polo衫 可是我跟你說 韓國女生的衣服穿上去 真的是顯瘦到讚 他們的所有運動這種休閒的 或是你想要打高爾夫球穿網球穿的衣服 都非常顯瘦 那個短板的版型 都會恰恰好在你的腰間 就是很顯腰身很顯胸 試穿完你就會買了 太好看了 這件我真的很喜歡 接下來還有這個 這個是我的得意之作 是一頂New Era的帽子 那那時候我在店外面看到這頂New Era的帽子 我就馬上被吸引進去 因為還有這三個笑臉 那我查了一下 好像是3月28在韓國上線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去的就剛好是最新的時候 那它有好幾個顏色 我們買了完之後呢 隔兩天所有的人都再去買了一頂 它現在是我們的團帽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頂 因為韓國女生就很喜歡搭這樣類型的衣服 然後底下可能就是一個牛仔褲 你就不會覺得太華麗或太千金 反而是有一種小小個性 小小甜辣的感覺 再來呢我也買了幾件的衣服 那我跟你說 紀州島的運動品牌超好逛 因為其實如果你在首爾或釜山這種市區逛街啊 因為他們的商圈很多 所以你要逛各大品牌 你可能要跑好幾個不同的商圈 可是因為紀州島可能 它逛街的地方就是聯動跟七星爐 所以基本上這兩個地方會涵蓋所有 你想要逛的韓國的自己的牌子 尤其是很多韓國有聯名買下IP的 例如說國家地理 Discovery CNN 柯達這些品牌 那我在七星爐發現 有一間很大件的Snowpick 太好逛 後來Melody的朋友呢 帶我們到藍頂的那個賭場 居然有Snowpick的Outlet 然後每一件都是大概六到四折 我真的是買爆 所以呢我就在那一間買了 三件Snowpick衣服給好好 我跟他的衣服是可以共穿的 所以我這趟其實買蠻多件露營的衣服 這一個是Snowpick一件T恤 它是漸層的 然後前面有一個小小的Snowpick Logo 很小很精緻 打完折 好像960塊而已吧 還可以退稅喔 要買吧 直接買了呀 這個不買會很酷欸 這個質感超好 另外還有買一件這種很薄很透氣 有點像塑膠材質的Snowpick 有帶有小口袋的上衣 這件也非常好看 我也買了一個同材質的工作褲 這兩件的價錢也都非常的好 打完折之後大概也是1000出頭 韓國的Snowpick太好逛了 另外呢也還買了一個 大白熊的這個露營牌子的衣服 然後它也是質感很好 那它的店裡很多這件衣服都非常的好逛 所以我就買了這件有口袋的 然後這件價錢也很不錯 大概2000塊左右 質料也很好很舒服 我真的覺得韓國因為露營很盛行 他們的品牌跟服飾進的很多 確實是比台灣好逛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紀州島 男生比女生更好逛 接下來就是一連團的吃的 前面呢我有提過 我們買了很多當地可以吃 帶不回來的 接下來的這一袋呢 都是可以帶回來的 首先呢 我在紀州島黑豬肉一條街隔壁的紀念品店呢 買了一個紀州島很有名的 黑豬肉湯麵 那這個因為它裡面就是湯麵的湯包跟麵 所以肉就要回來自己用 那我覺得其實台灣的五花豬 也是口感蠻不錯的 你就是汆燙五花豬 然後把它切薄片鋪上去 應該就是可以復刻出紀州島的黑豬肉麵 這是我想要帶回來自己重溫味道的一款麵 這兩個泡麵是我覺得大家可以買的 那不僅紀州島 在韓國應該都買得到 這就是上次我在首爾吃過 非常好吃的碗麵 那這次我們去逛超市 我就有買它的包裝的泡麵 這一款非常好吃 同樣呢 我們還在超市被阿姨推銷了這款冷麵 它也很好吃 這款冷麵回家你就是煮三分三十秒之後 撈起來直接泡冰水 把醬全部加進去 如果你想要切一些小黃瓜絲 胡蘿蔔絲 切一顆蛋放上去 你直接就變成店裡的冷麵 很Q很香很辣很好吃 而且煮得很快速 我覺得夏天露營帶這個應該會很舒服 所以我還把包裝特別留起來 那同一個牌子呢 阿姨也很推薦他家的這個海鮮拉麵 所以如果你想要複製出 季州島的海鮮拉麵 你也可以去買海鮮 然後自己加進去 用它的湯底應該會超好吃的 他們剛好是這樣捆起來買 然後四包再送一包海鮮麵 所以我們就全部一起買了 再來餅乾的部分呢 我這次在逛超市的時候 也是買了好多不同的餅乾 像最近Blackpink來台灣之後呢 我就一直被大家燒到他們的東西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Blackpink的Oreo 它就是草莓口味 它只是包裝特別好看 我們看到的時候就想說 那買3加1就一起買 這個其實也蠻好吃的 同樣呢我還買了一個是 肉桂捲口味的Oreo 我覺得韓國的這種Oreo 連口味都比台灣多 真的是很幸福耶 這兩個口味都很可以買 都很好吃 接下來還有幾個餅乾 是我大推的 這個是Lucy說 她在網路上看到有人推薦的 一個北極熊的餅乾 那它吃起來有點像是 乖乖裹折白巧克力加起司的口感 很好吃很爽脆 我們在紀州島開車的時候 我就拿著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然後就吃掉了一包 所以我後來買了三包回來 這個如果在超市看到 請買 還有另一個呢 是這個也是我已經吃過 你看我吃完把包裝留著 這個松露洋芋片非常好吃 它的松露味濃到爆炸 家家一吃就說這可以配紅酒 真的 它就小小包 所以一人份吃也OK 然後完全不會有油膩感 它就是黑松露家 這個應該是芥末籽 而且它的洋芋片 是偏厚一點點的洋芋片 有看到它也一定要買 另外呢 這一包是我留剩一點點 也是我在便利商店看到的 那它很特別的是 它是有含高蛋白質的餅乾 所以呢它還含有雞肉 那這裡寫是每一包到11克的蛋白質 而且它不是油炸的 所以它在吃的時候呢 你不會有一種油膩感 甚至啊它每一個餅乾就是長這樣 有點像米餅 可是吃起來不像米餅 然後非常的香 洋蔥奶油的口味我自己很喜歡 那你拿完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手也不會油膩膩 就跟洋芋片拿起來那種油膩感差很多 所以 如果你有在健身減肥飲食控制 真的很想吃零食的話 我會買這個欸 因為它就很解饞 那該有的營養分 或是該有的東西 儘管是零食還是有補充一點點 就是你的罪惡度不會這麼高 如果你要吃得很開心的話 應該是很不錯的 而且我已經開一天了 還是脆的 同一款 我那時候又買另一個起司口味 我覺得這一概也會很好吃 可是我有點捨不得開 如果開的話 我一天就可以把它吃光光 那我們也買了各種的小烏龜餅乾的 同樣的不同口味的組合包 那時候好像是買四包吧 然後就一起分給別人 我們在目前最後就只剩留這個巧克力 我也還在紀州島的商店店買了這個 有裹巧克力的橘子乾 如果你是喜歡吃橘子乾的人 這個也不錯 因為它就是新鮮的橘子乾裹著厚厚的巧克力 就像這樣 橘子乾 然後後面有巧克力 它是苦甜巧克力 所以不會到很苦 然後又有一點點橘子的香氣 這個也很帥氣 會一直吃一直吃的 最後的壓軸呢 我要留給我在黑豬肉一條街買到的 好可愛的 紀州島爺爺磁鐵 我覺得紀州島的磁鐵都非常的可愛 而且很融入當地特色 那這個磁鐵質感很好 它是一個紀州島爺爺戴墨鏡 在喝橘子汁 然後在這個磁鐵隔壁 我買到了我這一趟最滿意的 紀念品就是這個 紀州橘子的軟糖 這兩款請記得包裝一定要買 我這一趟買了很多的軟糖 可是全部就是這兩款最好吃 我買了這個 這個 還好 這個 也還好 然後 這個就不是紀州島特別 這是超市買的 這小包裝的還不錯 可是它也沒有特別好吃不好吃 它就是這樣小小一個包裝 這兩款啊 它是兩種不同的紀州橘子 它真的很好吃 然後它打開的時候啊 就是這樣一小半的橘子 是不是很可愛 而且它上面還寫了 有含維他命C 我買零食的時候 就真的很容易被這種 有含維他命C 有含膠原蛋白 有含蛋白質給洗腦 我就覺得如果都要吃零食的話 好 那我就吃 有一些 就是會讓自己變漂亮 會讓自己變瘦一點的食物好了 然後它的這個軟糖 很Q很香 橘子真的是清香 那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話 印象中東門市場 會比較便宜 那超市沒有 紀念品店呢 偶爾會有一加一 比較划算的價錢 你可以比個價看看 因為這個蠻多地方都有 它就是一個紀州島的特產軟糖 以上就是推薦給大家 這次我紀州島的戰利品 可以說是真的買得很開心 下一趟去紀州島 我心裡真的是要加到25公斤才夠 大買特買 然後帶兩大個心理箱 去把這些好吃的糖果衣服扛回來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啊 所有的資訊呢 我都放在底下的描述欄 下次見 掰掰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